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南国家副主席软事员借见了河内市哥索大学院校优秀毕业生 可今年考入香港市哥索大学院校的高考证人 第四十四届东盟地区部长会加钱不债先罗市正式勒拍节目 二十一号街河内 越南国家主席任劲场 亲切会见了正在访约的新加坡副总理 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部长 内政部部长张志贤 会见时 张建川主席各度评价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的此次反应 张建川主席请张志贤副总理转达他对新加坡总统陈敬言 和其他领导的亲切问候 张主席认为 今后双方应继续推动落实所建属的合作文件 并建立继续研究其他合作内容 为两国带来切实利益 张主席对两国在经济社会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成果表示高兴 同时强调 越南高度评价新加坡在东盟的作用 和新加坡对地区乃至世界舆论关心的问题始终如意的立场 张建川主席指出 在地区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越南愿与新加坡在引渡罪犯和执法干部培训等活动加强合作 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向张建川主席转达新加坡总统陈敬言的问候 张志贤副总理强调 越南与新加坡关系远远流长 两国安全行业所签署的合作文件 为抗使两国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他同意双方应继续维持合作活动 从而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关系 张志贤副总理表示 他此次防御的目的是 优先将越南安全行业的建立具体化 在国际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下 建设一个团结统一及各成员国凝聚共识的共同体 将使动盟共同体日益强大繁荣畅盛 日前在阁内 约共中央政治局员 越南公安部部长陈道光上将 主持跨林仪式 跨林张志贤副总理防御 代表越南公安部陈大光部长 对战志贤立行访问越南表示 热烈化您并给予高度评价 陈部长强调 近些年来 越南公安部与新加坡有关单位的合作关系 不断得以巩固于发展 取得了积极进展 陈部长强调 新加坡高级代表团 在此次防御期间将建署 约新两国跨国犯罪预防与控制延期合作协议 为进口两部合作关系打开发展性空间 陈大光上将深信 越南公安部与新加坡各机关 在多个方面的合作关系是一项前发展 每年双方派遣各级代表团顾防 旨在推动两国在效仿 救护救难等方面的合作与经验交流 以及帮助越南公安部提高外语水平等 张志贤副总理对此次到访 受到越南公安部部长忠实与热情借大表示感谢 张志贤副总理高兴地看到 新加坡与越南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他希望两国公安部将继续促进两部务实合作共谋发展 双方在效仿 犯罪预防等方面合作 继续取得更加亏狂的成就 至此之际 新加坡内政部已向越南公安部赠送消防摩托车 在会面上 各位优秀大学毕业生都感到十分高兴 能够会面越南国家副主席软实员 并向软实员副主席汇报自己的出色学习成绩 他们表示 想更加努力学习 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做好今后工作 越南国家副主席软实员表示 107名大学优秀毕业生是国家的红色种子 他们所取得的优秀成绩 是他们自身努力学习和党 国家与家庭 以及学校所关注与帮助的成果 软实员副主席对各优秀大学毕业生和高考专员 未来的梦想和生活理想表示鼓励 他希望这只是初步的成果 今后他们将继续磨练自己的意志 努力学习与工作 为国民的利益 为建设国家日益繁荣与富强等求出贡献 去前7月26号晚在河内市文庙国子间 河内市公卿团举行 河内市2012年歌索大学院校的 优秀毕业生表彰大会 越南政府副主理阮山人和河内市领导人出席 7年河内市表彰了本市哥索大学院校的107名优秀毕业生和来自68所大学院校的275名随年优秀大学生 同时表彰今年考入河内市哥索大学院校的24名高考专员 本届会集中讨论 促进地区经济融入措施与计划 面向到2015年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及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前河站首相洪森 东盟秘书长苏林和东盟十国经济领导人一同出席开幕式 越南共商部部长吴惠煌摔团出席第44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 及东盟与对话伙伴国经济部长会议等系列相关会议 在看幕式上发表讲话时 前河站首相洪森强调 第44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 其系列相关会议的头等优先之一 是通过勾签统一的东盟市场和生产基地的方式 立促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 此外 第44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 还就维持与巩固东盟在地区和世界经济合作框架内的 核心角色的措施进行讨论 继续缩小东盟各国之间的发展产趣 在第44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 其相关会议期间 东盟各国经济领导人将举行多场讨论会 就促进与美国 中国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印度 加拿大和俄罗斯等 对话伙伴国的经济合作 贸易自由化等测试进行双边多边会晤 访问老沃期间26号在老沃守住广想 由越南友好组织联合会主席吴春宏 率领的越南友好组织联合会代表团 与老沃教育体育部部长 越老友好协会主席潘坎维派万 共同分享举行亚务人民论坛的成功经验 越南友好组织联合会主席吴春宏 高度评价 老沃有关部门积极展开前台接待 后勤等预计2022年11月17号到20号 在老沃举行第九届亚欧人民论坛的各项筹备工作 并表示相信动道国老沃在各国的支持与帮助下 将成功举办第九届亚欧人民论坛 吴春宏主席强调 越南将继续与老沃紧密配合以及分享相关经验 帮助老沃成功举行第九届亚欧人民论坛和其他会议 尤其是第九届亚欧首脑会议 老沃教育体育部部长潘坎维帕万表示希望 越南将继续向老沃介绍相关成功的经验 帮助老沃成功举办本季会议 加强越老长期稳定友好关系 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和作为发展做出贡献 越南农业有农村发展部透露 2022年前8个月 越南农林水产品出口总金额约达180亿美元 同比增长9.7% 只要农林产品的出口金额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2022年前8个月 越南咖啡出口量约达126万吨 创汇约26.6亿美元 咖啡出口数量和金额分别同比增长31.9%和26.3% 美国和德国是进口越南咖啡的最大市场 在此期间 越南产业出口量达9.2万吨 出口金额达1.4亿美元 出口数量和金额分别同比增加9.6%和9.2% 2012年前8个月 越南大米出口量达550万吨 创汇约24.8亿美元 出口数量同比增长0.5% 但出口金额下降8.5% 近期越南大米出口市场发生较大变动 中国成为进口越南大米的最大市场 2012年前半个月 越南连产品出口总额达31.5亿美元 同比增长19.8% 其中 今年半月份的出口金额约达4.35亿美元 预计国际市场的需求增加 我国木材出口金额将可增加 关于水产品 今年前半个月 越南水产品出口金额约达40亿美元 同比增长6.4% 美国仍是越南水产品最大的进口市场 占市场份额的19.8% 其次是日本 17.5%和韩国8.2% 请继续收看本台文化方面的消息 在越南西原地区多项村债文化价值逐渐被埋没的背景下 借来省赫邦县德同向马哈拉村政府及人民 正努力保留与弘扬巴拿族传统文化价值 尤其是西原地区著名的罗征文化特色 我们来到了猪肉在马哈拉村中心的龙屋 这里开设了罗征表演培训班 我们可以看到 打扮得很讲究的67岁孩子和16、17岁的青年人 正在参加罗征表演培训班 这些孩子们说得显得很认真地听着老师、罗征艺人 讲解早已与越南西原地区各民族同胞文化生活寄密相连的罗征 罗征表演技巧和西原地区民族传统无大的相关知识 我跟着村里老人学习罗征表演 鸡脚已有两年了 我很喜欢打罗征 我将努力学习以长大后成为村里的罗征艺人 蒙哈拉村罗征表演队队长 丁珍艺人是五年来竭尽全力 教孩子们各项罗征表演技巧的人 但他从未收过任何报酬 对他来说 参加由他直接教导罗征表演培训班的孩子们 在参加当地乃至全国罗征表演竞赛中 能够获得好成绩就是他最大的报酬的了 他认为 帮助蒙哈拉村的后代保留巴拿族传统文化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在蒙哈拉村 任何人不论男女老幼都会打罗征 罗征出现在任何地方任何活动中 尤其是在巴拿族的斗牛和银鑫道骨等节日里 罗征声音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 蒙哈拉村的每一位村民都很熟悉罗征这种传统乐器 除了日常农田生产工作外 我们还抽取时间学习罗征表演 巴拿族需保留巴拿族罗征的传统文化价值 换句话说 蒙哈拉村不可没有罗征 欢乐的罗征声音响起 和巴拿族同胞男女青年委婉 整齐的舞蹈共同动作 生动体现越南巴拿族罗征文化的灵魂 保留与弘扬罗征文化价值 须在新元各村在推广展开 以永远保留新元地区民族同胞的罗征文化特色 和整个越南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 尤其是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认为 口头传说杰作和人类废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等 26号晚 2012年第十次越南会案日本文化交流会 在越南广南省会案古城正式落下帷幕 交流会上许多文化活动 日本越南会案古城的大部分文化遗产 和废物质文化遗产等得以推介 但在文艺表演节目颇受众多观众游客的青睐 另外在此期间 组委会还启动了若干保护环境运动 并受到许多会案市及日本志愿者的积极参与 组委回头颅 2022年会案日本文化交流会期间 所举行的诸多独特文化活动 体现了日本人对越南会案古城和会案市市民 对日本国度、日本文化所给予的深厚友情 特别是越南日本 早在近400年前就建立了经济、文化合作关系 当时会案市成为了越南和日本的友谊桥梁 2013年是越南日本正式建交40周年 因此两国中复一致同意将2013年定文月日友好年 目前两国中复已拟定月日建交40周年各下倾注计划 切逢2022年越南老沃友好团前年 即越南国庆节之际 日前在观想 越老友好协会与老沃人民革命青年团 就举办越老高尔夫球友谊赛 举行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 老沃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体育委员 老沃教育与体育部部长 老沃友好协会主席潘坎维炮办表示 老沃高尔夫球友谊赛 将于9月1号在老沃首都案项举行 这是老沃全党 全军和全体人民 为了庆祝2012年老沃越南友谊团结年 回顾老越特殊团结友好合作关系 以及纪念越南国庆节67周年 而举行的重要事件之一 老沃公民及旅居老沃的越南人 将参加本次比赛 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 老越南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